最近东北人在美国火出圈了 不得不给东北人点个赞 在美国纽约的法拉盛 有个老莫跑到一个叫辽宁饭店 然后去搞连购 他这是真不知道东北人的厉害 结果被店老板一个东北大姐 扛扛乱奏 他都奏成这样了 要我说这也是活该 在美国那么多老莫 人家有的去盖房子 有的搞装修 还有人去除草砍树 搞搬家的也有 虽然辛苦点 但你只要勤劳 尤其是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薪水最少有三四千美元 吃住一点问题都没有 至于去冒着生命危险 去搞这些 我一点也没开玩笑 他这一次只是被揍 那下一次就不一定这么好运了 现在美国这边 这凌云购物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很多商家都是准备了这个的 你别说他们开店的了 如果你是住在靠近市中心 治安没那么好 然后经常发生类似事件的区域 家里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必备单品了 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问题吧 就像这种事情发生 你换做是老外的店家 人家可真敢 碰碰碰几下就给你解决了 干脆又利索 可华人群体多少会 就是有那么点下不去手 例如这个东北大姐 直接上去给对方揍一顿 说白了 还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善良 教训你 让你长进行 知道我们商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下次不要再来欺负人了 要知道在美国 你不管是跑到家里 或者去到那些店里搞人员购 主人喷喷几下干掉你 那是一点都不违法的 可东北大姐出于本能吧 并没有这么做 但不得不说 她的行为也是有点太危险了 万一这个人是带了家伙事的 那可怎么办 那些人都不要命了 可你还想着万一他能毁过 所以还是留条小命吧 这不是善良 这是什么呢 确实很多东北人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很多男的表面看起来 就不好惹的那种身上闻的一个龙 或者虎什么的看着就吓人 可人家并不是惹事的那种 而且回到家对老婆对孩子 都是那种温温柔柔的 跟外在形象反差是特别大 东北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是比较讲义气的 我不欺负你 但你要是敢欺负我 欺负我家人 分分钟让你知道错 这个大姐也是太东北了 近几年的美国 林元购就像跟风似的 越来越多了 之前看到的都是小黑哥 那种穿着套头卫衣 一头脏脏辫 样子就是20岁左右吧 可这次竟然是个墨西哥大叔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 最近几年靠这种方式 进入美国的太多了 他们没有身份 工作难找 而且找工作的可选范围 也是比较小的 这个活嫌太脏了 那个活又嫌太累了 嫌着嫌那的 啥都不想做了 要吃要喝要穿 可怎么办 到最后只能想着 有样学样的搞起了林元购 类似事件在美国这些年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帽子们的原因 他们感觉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拿了你什么不值钱的东西 你都没必要报警 网上有很多的老美 抱怨自己的车被砸来 打电话给帽子们 甚至他们会以警力不足拒绝出警 可大家每年报税 那可是一分都没少交 目前对于中餐馆 还有件非常离谱的事情 有人呼吁中餐馆的老板们 帽子们到你们店里去吃饭 可以给打五折 我倒是觉得这个博主他也是好心吧 你就想一想美国的帽子们 那可都是全副武装的 你别说坏人了 我一个本本分分的好人看着都吓人 这样的话他们经常去到你的店里去吃饭 肯定是可以起到震慑作用的 但是想归想 看看这些华人商家都说了些什么 这位说以前我还免费给帽子们吃喝呢 成火成火的来白嫖 开了几年被报了五次 每次打电话最短都要等两个小时人才来 电话后没有一次有消息的 啥用都没有 这位说我们家那口以前开加油站的 有帽子们来都是完全免费的 毕竟来了能挣宅嘛 我注意他说了这一句 尽管还是会被抢 看来免费这一招也不是那么完全有效的 其实就算你们把帽子们吃货的再好 万一发生这种事情你打电话 他们也是要等很久才能赶到现场 等他们人到的时候 那些人早就拿着东西跑到影都不见了 这美国连个公共摄像头都找不到几个 所以帽子们是根本靠不住的 导致流言够越来越多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很多商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员工 不过要说一下表面上说是保护自己的员工 其实就是如果你的员工受到伤害 那作为老板会赔的更多 所以还不如那些人想拿什么就让他拿吧 损失也不会太大 甚至还有一个新闻是说是老板开除了一个 就是因为店里面发生零员购买 员工上前制止 然后就被开除了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不管了 这些人也就越来越嚣张了 学学一些华人超市都配上了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 只要你不怕笔用 那你就来拿吧 想想也是有点离谱 社会治安呢 竟然还要靠自己来保护自己 不过也不能说帽子没用 很有可能如果没有他们那可能会更差吧 总之在美国这些大老板小老板们 这个东西都统统背上的 只有他才能真正保护自己 保护你的财产安全 关键时刻你只要敢来拿 那我就敢 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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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